长江沉船事故发生后 中宣部限制了大陆媒体记者的采访 山东经济观察报记者张晓辉 日前在网上发布消息说 自己6月2日在长江客轮侵服事故中 调查重庆东方轮船公司 发现该公司有销毁文件行为 并当面质问 第一时间发布微博后 却被重庆警方以网上散布谣言传唤 并行政立案 张晓辉此前曾表示 此行调查三件事 一 轮船改建情况 二 为何坚持夜行 三 公司应急预案是怎么样演练的 结果采访处处受阻 张晓辉被查的消息 被多名媒体人在微博上转发后 引发舆论关注 本台记者周五致电经济观察报总机 及其驻北京上海站的多个电话 均5人接听 而网上的相关转发纷纷遭到删除 张晓辉的微博账户 大卫章发布的所有内容也都被清空 直至周五中午 该微博账户发布了一条内容说 派出所只是找我了解相关情况 大家不要过多猜测 感谢大家关心 对此资深媒体人马晓明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在中国封锁信息掩盖真相 不是一件新闻和稀奇的事情 是经常都在做的 大量的由这个党和这个政权 其实组织在经常在出现的问题 这个呢 它是一种严重的团伙性的犯罪 剥夺人民的执行权 剥夺新闻自由传播的权利 随着事故发生超于72小时 发现生还者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基于近期对沉船搜寻结果 和使用生命探测仪探测结果 没有继续发现生命迹象 中国当局于周四晚决定将沉船扶正 根据中国法治晚报周五的报道说 客船上的400多名乘客 涉及江苏、上海、天津、山东、浙江、重庆、福建和安徽八个省市 目前每个省市都派出了由沈领导带队的工作组 共同做好家属的相关安抚工作 截至周四下午2点 共有1200多名家属抵达监利县 涉及乘客279人 家属崔女士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愤怒地表示 我们政府不能带我们去这个指挥部 我们现在自己过来 被拦在提供所见的呢 就是都不让你们接近现场是吗 对对对对 我们在提供房间这呢 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小时了 遇难者包括生存者的名单 你们这里有了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们的信息 全世界系列人口都到信息是一样的 你们有没有要求他们公布这个名单 有啊 我们从第一天到这儿 到现在一直在公布 什么都没有 截至本周五下午18时20分 遇难者人数升至103人 生还者人数仍然定格在了14人 另有339人下落不明 有网友呼吁 大家将头像换成绿丝带 为失踪的人们祈福 你会修理货者的再让他们修理负责 你会修理责 你会修理责